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OK仔 跟大家看看內地新聞 內地新聞有什麼特別的事跟大家說說呢 第一宗消息有關於香港人 在台灣申請定居 被駁回 竟然現在要向台監察院求助 經常說移民台灣很難 為什麼醫護都被駁回呢 資格是專業的 一起跟大家跟進一下 也會跟大家看看 有內地醫生 竟然敷衍到爆 說他竟然說二十分鐘的電話都不看症 病人坐定定在那裡 生氣了 把影片放上網 醫生有什麼電話這麼急 還要說二十分鐘呢 另外也會跟大家跟進一下 蔡天鳳案件 因為還有一些 周邊內媒也說 周圍訪問一下 咖啡店 這些事情更加有傳 鄰居 半夜聽到一些怪聲 不是吧 還有這些事情嗎 好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記得訂閱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首先會跟大家看看 現在內地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極端天氣的影響 香港也熱到爆燈 我相信一眾網 就感覺到 好像大焗爐一樣 因為說到極端天氣的來襲 搞到四川那邊好像不夠水 有傳出 近日 梁山 周匯 東圓 近日 遇到高溫小雨的天氣 在四川 導致居民 飲水的水源短缺 更加出現了一個呼籲 令人震驚 就說 每個月 當地的居民最好 洗澡兩次好了 是每個月 哇 兩個月 鴛崩難臭 骯髒 也說到 有些人擔心 出現街會不會有病毒 細菌 你叫我 充少兩次 不是充少兩次 每個月充兩次 那行不行呢 引起大家爭議 因為現在出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 受到降雨的影響 他們這個匯東園 最主要飲用水 進入這個呼水期 那麼早就呼水期 其實都令人擔心的 因為其實內地在去年 或者之前 我們也報道過 一到夏天 有些地方 應該下雨的地方 又不下雨 不下雨的地方 就鬼年這麼大雨 出現了這些 反常的天氣 那麼今年 那麼早就出現了 這個缺水的問題 也出現了另一個問題 就是 用電量 因為這麼熱 扯得很厲害 那會不會有幾個問題 因為有些地方 行水力發電 水力發電 沒有水 那你怎麼發電 導致能源危機 也出現了一個問題 對於 這個公告 就看到 呼籲民眾要省水 他說 經常洗澡 對皮膚 不會對皮膚有好處 就說 每個月兩次 至四次 就最好 這樣 這樣 有人就說 每個月都臭 對吧 有人就說 不如專家 醫生作則 不要衝 對吧 OK 看來 今年 夏季 都會遇到 一些天氣的問題 令到 一些情況 都比較嚴峻 另外 也會和大家看看一則新聞 就是 關於 香港醫護人員 申請在台灣定居被駁回 導致他需要向 台監察署求助 這件事件 講到在台灣 監察署 就表示 就說 台灣的監察署 就收到求助 有香港人 香港的醫護 就被駁回 申請台灣定居 為什麼這樣呢 第一件事 香港這位醫護 他本身 就打算考 這個專業 職業技術人員證件 但是台灣方面 就駁回了他 真是尷尬 你又不行 又不行 求助無緩 令到他 在台灣定居 工作權益受損 這件事件 引起一個問題 就是究竟台灣 你們的標準是怎樣 這件事 有人就放上去 好像申訴專員公署 類似 評機會的朋友 台灣方面 政策這麼浮動 當然 這位 監紀委 紀惠 紀惠 表示 其實監察院 收到 在台居 在台居留的 香港居民 陳情 說 我明明我們有 專業的能力證明 但是經過你內政部移民署 審批完 定留一段時間 再定居 他又要求我們補交台灣相關專業考試和資格證書 但是 最後 一大難餐 都是資格不符合 這件事件被人感覺上刻意留難 所以這位香港人好像有點司法覆核 我感覺 JR 看看究竟搞什麼 台灣方面 你要求的事情我們都做足了 專業資格又有 為什麼你都不批 因為台灣幾位監察院的監察幾位 他都覺得 他說 至今其實有幾千人 來台灣申請專業護士的移居申請 但是 他說 進一步申請 在台定居的時候 就出現了很多門檻的阻礙 令到大家都覺得 喂 是不是有什麼問題呢 台灣方面是不是刻意留難呢 這個又有待台灣方面去審視一下 其實 都是那句 人家的政策 真的 有人感覺上台灣的政策 都是幾 一時一揚 有些人會先看定些 不過很難說 哪有看得定 另外也會和大家跟進一下 內地有位醫生 顯得到他的電話有多重要 因為說到這位醫生 說了20分鐘電話 病人坐定電話等你說電話 病人坐在那裡 有證你不看 說20分鐘電話 看來這個20分鐘電話應該也是很重要的 被病人投訴 拍照 放了上網 質疑他究竟有多專業 根據內地媒體的報道 安徽人 鄭先生在江蘇無石打工 由於他的女兒在蘇州 兒童醫院確診白血病 鄭先生和他太太在醫院照顧他的女兒 在蘇州聖堂醫院求診 但發現那裡沒有人理 沒有人問 為什麼這樣呢 由於趕時間要照顧他的女兒 於是鄭先生 扔少少錢用了25元 改為預約內貨專家 但想不到的就是 這名女醫生 從他未進入診診室開始 就在那裡談電話 到他進去之後 發現醫生沒有想著收線 說了20分鐘 那個病人鄭先生 也忍不住 不好意思 你是不是看症 還是在那裡講電話 就叫了他兩次 但是醫生就跟他說 不好意思 等等先 鄭先生隱約聽到電話裡面 是說些什麼呢 家裡千賊的事 千賊的事 你覺得這麼大件事 那你一陣子就走在那裡 不要掛牌出來 說要幫人看醫生 但是 反過來說 你現在正在當值 你有什麼大事 既然這些 你看症 救人 這些是要緊的 如果 萬一一定有個急症 不好意思 我家裡先遷冊 電話 那就是 人命優先 還是他家裡遷冊優先 這也是一個問題 於是鄭先生 火都來了 用手機拍下 他講電話的畫面 看到 醫生 背對病人 一邊講電話 一邊說一邊笑 這樣 這種態度很不專業 後來 醫生講完電話 就跟他看了 覺得他很膚險 明知道他咳嗽 就叫他驗血 驗完血就回來了 然後發現醫生在那裡聊電話 醫生看完他驗血報告說沒有問題 叫他做其他檢查 所以有時候有些事情不是開玩笑 他們是亂來的 醫生你隨便敷衍了事 你看到他 其實感覺上 你不要妨礙我 在那裡煮電話粥 你隨便找東西驗一下 你咳嗽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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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隨便亂來 我驗完一大難餐 你咳嗽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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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管敏感 開藥給你 這樣 你浪費我多少時間 鄭先生要照顧女兒 這件事件真的 令到很多人都戚戚清奇 更加有內地媒體去遠方查詢 說會對攝氏的醫生進行批評 教育和扣款 這件事真是專業的 病人優先 永遠都是 大家有時候看到這些事 都會明白到 很火遮硬 為什麼會這樣呢 另外也會跟大家說一宗新聞 關於蔡天鳳的事件 有人就覺得這件事件 都已經去到一段時間 一段比較久的時間 其實都是要等警方繼續搜證 甚至乎看到之前有消息 蔡武有些動作 但是大家都會非常關注 究竟現在在大埔那邊 案發現場的環境是怎樣呢 之前有半官媒 文匯大公那些 就去了調查一下 接下來 其實你說久不久 說近不近 7月又說開庭了 7月開庭的時候 一定會掀起一個熱浪 但是這個熱浪 對周邊的 住的人士 甚至乎 其實那裡附近 有些小店 有些咖啡店 大家如果進去大美督就知道 其實途經一定經過龍尾村 是啊 那大家可能 你踩單才進去大美督 那些一定是日頭 很少摸黑的 我相信 有人就說 其實現在 偶爾也有怪事發生 那有些什麼怪事發生呢 有 在村口附近的咖啡店 接受一些記者訪問的時候 他就說 我們這間咖啡店 距離案發現場 三百多米左右 雖然 去到這個時候 這件案件 感覺上 大家都有少少淡 一定不夠當初發生的時候 那麼什麼 也沒有影響到他的顧客 來喝咖啡的情緒 好老實 你不會晚上喝咖啡的 一定是日頭喝咖啡的 所以日乾日白 沒有理由這麼 那麼堅強 但是他仍然 都可以感受得到 客人 去他這間咖啡店 或者去周邊的商店 他們始終都有少少恐懼 他都感覺到 日乾日白都感覺到恐怖 所以說他們的生意 受到影響 估計要隨著這件案件的流勢 甚至結束 影響力慢慢衰退 他們的生意才會好 但是 有人說五月審完 本來這件案件 由二月 去到四月 本來都慢慢靜靜地 五月一提堂又熱 現在過完 大家課堂之後 慢慢靜下來 可能靜到七月 又被熱 所以附近商店的老闆 就說 如果又開庭的時候 本來靜下來的東西 要換起大家的記憶 當時又會影響 當然 有人說 其實知道 因為很多人都搬走 這件案件對大家都非常大影響 之前有媒體也訪問過 估計很難租出去 樓上樓下很多人都搬走 說到我找不到地方搬走 找到我都搬走 更加內地媒體說 那些居民深受這件事的影響 有些人更加要看醫生 吃安眠藥睡覺 說到怪事連生 有人就覺得 好像這件案件一樣 蔡天鋒的案件還未完 人很有趣 有些事情一直都吊著尾巴 這件案件一直不完 永遠都有一些事情好像 沒有一個終結 去到這個位置就停了 一定會有一些周邊的事情感覺上很雷近 不知道是不是有些鄰居壓力大 或者有些人的心情還未平復 有人說半夜深夜聽到一些怪聲 有些人可能聽到 啵啵啵啵的聲音 就覺得 糟了 是不是有些 靈體事件 靈異事件 有些人聽到 其實這件事我自己覺得 可能 真的 有時候無端端會想起這些事 你就會以為 那件事就是那件事 明明不是的 可能 只不過有人掉了一個球 一聲 糟了 是不是有人 有人睡覺 精神壓力很大 之前有些鄰居說半夜聽到 機器都在運轉 令到他們很擔憂 其實這些事件 有時間都未必可以抹去 尤其是你住在附近那些 因為你一聽到 那些類近的聲音 舉例 舉例 你樓上樓下 晚上都會想一件事 晚上都在搞什麼 這些都是很敏感的 所以 令到當地的人的神經都很緊張 其實有很多人都希望快點這件案 盡快做一個了結 令到大家的心情 都可以 得以平復 希望 在心裡 有一個 這件事 有一個判決 希望蔡天鋒能夠安息 很多事情 如果不是 這件事繼續拖拖拉拉的時候 有人會覺得 唉 一定會 這件事都未完結 人家可能 不能夠安息 還有一些怪事連生 這件事都是比是理解的 想不到內地媒體 有些內地媒體真的特意去訪問一下附近的店 關心一下 或者想了解一下 會不會有什麼突破性的進展 另外也會跟大家說說一些新聞 關於台灣現在出現了台中市北區軍查 出現了色色露波的風波 什麼事呢 就說 有網民 在社交媒體打卡 上傳裸露照片 就說 打卡摸奶 就說要記得說一些秘密 秘密的物語 就可以有些特別的東西 這件事引起輿論嘩然 對於這件事 軍查總部在昨天發出聲明 強調不可能要求加盟店 出現違反公罪 梁續的行為 這些喝茶 買珍珠奶茶的當頭 竟然現在玩這些東西 那時候說買檳榔又說有些古惑東西 現在買奶茶也有些古惑東西 更加有人懷疑 炒作 吹水 對他們的軍查品牌 聲譽受影響 究竟是怎樣呢 因為 原來在網路上有個女網紅 去了這間店鋪進行擺攤露出的活動 有些藍網民放些露出的照片 就說你去這個分店 你就可以打卡摸奶 還送珍珠飲品 很開心 記得你去到要講暗號 咦?不是吧? 這件事件就覺得很離譜 所以是否真的呢? 還是怎樣呢? 現在就有傳要找那位網紅出來聊聊天 另外也會跟大家看看 說到廣州最高溫度去到38.5度 唉 香港也不少了 看感都突破40度 由於大家都知道 受到超強颱風的下沉氣流影響 是的 沿岸的地區都現在受到高溫效應 而上海更加說到 百年來最熱的五月天 不是那群台灣 五月天 真的是現在五月天 想不到這麼熱的環境 去到五月 總 五節都還未到 說到在四川 梁山 多地都已經去到四十幾度 未來幾天更加可以去到四十一度 四川湖南上海廣東地區的氣溫破紀錄 大家其實都收到一些溫馨提示 嚴防中暑 尤其是戶外工作的朋友 無論你在內地也好 無論你在香港也好 多喝點水 這也是能幫助到你 另外也跟大家說一下 在東莞 有個社區幹部說 平均月入兩萬 引起熱意 我看得到這個公告 我也覺得現在很厲害 人工真的不少 因為廣東東莞市虎門鎮 近日流傳一章 虎門鎮2022年社區幹部 薪酬分配表 看到社區幹部 平均月薪高達兩萬元左右 相關工作人員 就說 這個只不過是中等水平 還有高些人工 引起熱意 是的 說到 由於這個分配表 看到 所有幹部平均都是5.76萬 每月4,800 補貼、津貼方面 除了書記30萬元之外 其餘的幹部都是2萬多 平均每月2千多 看到人工這麼高 有網民就說 厲害 虎門的經濟是不是好 厲害 有人就覺得 廣東的社區人員工資 遠遠超過東北領導 豬三角都去不了這個水平 有人就說 中國怎麼復興 沒有關係 有人就覺得 可能你底薪再加上 Cade Club 納雜的東西 所以就賺到這麼多錢 有人就說 為什麼你這麼特別發達 看看當地的經濟搞什麼 好了 另外也會和大家看一下 一宗消息 有一位浙江處長被捕 就說炒魷魚 竟然他在地鐵裡拿下體磨 對方一位女子的屁股 哇 這麼大膽 不是吧 因為近日內地熱傳兩張截圖 一張叫做 免去浙江省資源廳 國土空間生存收復處處長 陳東同志職務 另一張就是行政處罰決定書 內容提及到原來在3月1日 這位陳東 他就在杭州地鐵2號線列車上 對他人實施灰塞 哇 這樣啊 這麼嚴重 就懷疑他 就做了些壞事 現在就屬於嚴重情節 所以他就一早已經被人拘捕了 原來 後來呢 經過查明屬實 在5月中5月尾 就免除他的職務 調離了公務員的隊伍 真是麻煩 另外也會和大家看一下 有一宗北大學生 竟然 子殺老母案 這件事件在2015年 關於一位北京大學高材生 吳謝宇 認為他母親 在父親病故之後已經失去生活意義 所以就打算殺害對方 並且用大型塑膠膜包住屍體 直至半年後 親戚登門上門 才揭開真相轟動內地 在前年8月 福建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一審公開宣判 不借予故意殺人罪 詐騙罪 買賣身份證罪 一齊加起來決定執行死刑 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罰款十萬元人民拜 但是說到這位高材生 不服一審判決 提出上訴 去到昨天 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公開宣判 駁回上訴 就維持原判 因為這件事件雖然都一段時間 但是說到他的手法 還有真的有詐騙 騙了親友很多錢等等 種種劣行 所以當地法院就要維持原判 另外也會和大家看一下 有些大媽被人拍到 很離譜 有位大媽在公廁外面 用了44秒時間 不停 拔出公廁門外的紙巾 還要左右拉弓 被人看見 最少拿了50雙紙巾 不用了 這些紙巾被你這樣拿 你會死嗎 拿這麼多紙巾 有些人說 是這樣的 有些人拿完拿回家用 唉 真的 有人說 現在的紙巾很貴嗎 不如你一拳拿走 真是離譜 對 紙巾不是很貴 萬一人去廁所要用的時候 就沒有了 這些真是搞笑 另外也說 在河北 有個男童在公園踢球 不小心踢中大媽的肚 大媽火遮眼 竟然瘋狂 打到那個小孩入院 哇 大媽你這麼好火 天口慶 這件事件是日前 一位姓趙的女子 就說她十歲的嫉嫉 在小區的公園踢球 不小心的球 拆到大媽的肚 那嫉嫉也不是說 態度囂張 即時跟大媽說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如果你要賠償 就賠給你 那些小孩都很聰明 想不到 大媽當她耳邊封 不斷大聲 戳渴 更加 動手 狠狠地 狂刮這個男童的臉 然後 就說到大媽的另一半 就在旁邊 只看不出手 阻止 這樣 後來這位男童就被送去醫院 打到聽力下降受損 那就真是大鑊 這件事件 分分鐘 對方說到這位男童家長 反告他回頭 也不止 還要作出一些賠償 很多網民就說 大媽你真夜晚 唉 有時候為什麼要這樣對小朋友 好 最後也會和大家說一件新聞關乎 有位小孩 模仿卡通片 拿把傘當降落傘 這件事我們小時候也有想過 但是不要這樣玩 其實很多時候是不行的 他竟然26樓 就開傘當降落傘 就跳下街 那怎樣呢 有沒有打死呢 他真是幸運 奇蹟生還 只是骨折而已 真是幸運 真是幸運 福大命大 真是不幸中之大幸 那這件事件 為什麼他可以在26樓跳下去呢 原來他們的露台沒有加高 沒有裝防護欄 就這樣可以爬出去 這樣 這件事也有人覺得 家長應該嚴厲管教一下 嚴防小朋友 他做一些古靈精怪事 一會兒 他這次幸運沒事 下次未必有這麼幸運 好 那今集整天講到這裡 下一節再講其他事情 拜拜